掌声有请出今天登场的第一位挑战者 有请 求伟狐 姐姐 不知道哪路时间啊 哎呀 人家那是姐姐吗 这如花似玉的身段 看不出我是妹妹吗 你不是说您是千年的修行了吗 我怎么也看不出千年 这是谁叫公子这么不会说话呀 也谢了你 莫非娘子你就是西湖万边雷锋塔旁 那花仙子是你吗 花仙子哪有我漂亮呀 我可是千年九尾狐 千年九尾狐 那当我们大类主来干什么呀 我可是为了寻找我前世的恋人 他的名字叫做郑海生 公子可有印象呀 先给大家解释一下郑海生是谁 有人知道吗 不知道啊 我依然在心里面 哎呀有个人曾经演过一个自杀青年 他叫郑海生 在圣约海大学的操场上 哎呀 我还砍过苏又鹏一刀 你还记得 对 当年又不是林心如拦着我呀 哪有他的事呀 真是 要不然我就和苏又鹏走到一起了吗 这是 这是什么情况 那这个年代 估计 咱俩孩子都有了呢 真是羞死人了 你还羞死人 是羞死我了 真是 我都不好意思了 我现在 咔 必须咔了 但下次这还哪是大类主啊 姑娘 您何许人业 来自何方 哎呀 你真的是这种语气呀 他连说话也这样 不如先叫郑公子答应我 随我回山中修炼 我才要说 山中修炼 这一事 我可不打算放过你哦 太好了 谢谢 我叫柔晨 我来自湖南长沙 现在在一家监控公司做文员 你平时也喜欢古装打扮 平时喜欢 然后在家会做一些 接一些配音的工作 还配音呢 对 咱们也算半个圈内人 我也配过音 配过些什么样的 就给那些游戏 手机游戏软件配音 然后曾有一个是我一个人配了四个音 能现场给我们示范一下吗 行 加油 我看好你 这真的是 是哦 他的声音就是可塑性很强 变换 变换风格有吗 买个作家吗 别这么小气吗 哦 好棒哦 真的声音塑造能力很强啊 哦 真厉害哦 有时候还会玩一下那个蜡笔小鑫跟皮卡丘 再来再来 皮卡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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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哦 好厉害啊 变形金刚会嘛 哈哈 晴天柱的老人 哦 兔姐姐 哦 不是 红尼姐姐 不好意思 这会生气了 再这样说 我就把你带微信动了哟 哦 哦 我看可以哟 哈哈 你是玩真的还假的 我玩真的 我这个人也容易动情的我跟你说 我就咋动情了 我动情一千年了 你要抢朱珍也没那么容易 朱珍现在这个 这种单身的身份啊 人尽皆知 哎 你从湖南来会唱花鼓戏吗 啊 会 会 对 亮一嗓子是吧 对 亮一嗓子 谢谢 不听得我的妈妈娘 叫闹一声 她叫妹子西餐 最爱心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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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她叫梅仔细才行啦 谢谢 太棒了 先吵 先吵 我发觉我已经有点慢慢地喜欢上你了 就请吧 你会唱护剧吗 因为我也爱听护剧 你教我 我只要您全能 你教我 我就学 要合作 我们这样好吗 我唱护剧 你唱花鼓戏 我们来相互联姻 没有掌声我是从来不会起调的 为你当开 夜思草 请你哭 夜哭 请你忙也忙 来 来 花鼓戏 让我看看你 让我好好看看你 一千多年没见了 真是一点都没改变 是呀 谢谢你幸会 谢谢 手还有温度 正常的体温 谢谢 好聪明 好聪明 刚才通过他们俩 即兴的那一段 我就发现是个 极聪明的女孩 完了 我觉得宁明姐 我们留不住朱珍老师了 我感觉她今天 就要跟这位走了 千年的缘分 我今天没什么给你 我把我的投票器给你 不太这样 你把带着 待会儿 你是按绿色的那个键 自己知道怎么按了吗 来 向好 好 1到0 还可以打电话 要是抓了人口消息 然后你已经找到我了 好吗 绿色的那个键是你 别投错了 好吗 来 拿着 好 加油了 你就真拿着 朱珍老师 我才不要这个来敷衍我呢 我要戒指 女王大人 我的身 讨厌 这个刚才朱珍跟书军老师问我 发牌什么意思 这只有我最清楚发牌什么意思 我们白里挑一跟谁能白里挑一 如果那个人喜欢他 就为他留这张牌 对不对 对 所以今天我们如果选他 就不用投票器 所以朱珍你刚才把投票器送给他 也没用 你们俩拿到了什么牌 拿到了什么 爸 妈 你们觉得 这情况怎么样 没有 那个是王子 王子 好了 我最想选的那个肯定不在我手上这四位当中 那没办法 我们得留着他 从四位当中选择一位最想挑战的类主 选他 有弹量 但是什么样的曲目呢 还是唱戏吗 不对 什么歌 一首好想好想 这首歌呢 这是跟公子相遇的时候 这首歌就特别能代表我心里的想法 好 掌声有请 谢谢大家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 和你一起輸天上的星星 收起春天的细雨 我想好想和你在一起 顶尖听天边的故事 细数你眼中的情谊 好想好想 好想好想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 踏遍万水千山 走遍海角天涯 让每一个日子都传练成 我们最美丽 最美丽的回忆 谢谢 主哥哥要看我 对啊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 并肩看天边的落日 并肩听丛林的鸟语 好想好想 好想好想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 啊 踏遍万水千山 走遍海角天涯 让每一个日子都传练成 我们最美丽 最美丽的回忆 谢谢 爸 觉得你唱得怎么样 我觉得这女孩很有福气 我跟你讲 你真的非常有福气 你这首歌中间其实碰到一个很大的危机 你知不知道 你唱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 突然 突然想要和音 还好麦克风没有开 我是真的被他唱到动情初 对 但是你总是 我想帮他和音 对 想和音 你一和就毁了 还好麦克风没开 保持他的演唱 因为他在电脑组保护我的女人 不是 保护那个这位选手 保护这位选手 所以呢 有可能就没有开我的话筒 对 他其实可以不用前面那段表演 他直接出来唱歌 他也是实力很强 对 他真的是为了你做的那段表演 这一切都是为了爱 爱人 大家真的是 不要启动好不好 没有了 开玩笑 我们现在要唱歌的部分 好想好想是哪首歌 情深深雨蒙蒙的主题歌 就恰恰是我客串过的一部电视剧 所以我觉得 就是看了自己想去自杀的那个 对 后悔了他想自杀的戏 这曾经是我的一段黑历史 但是今天我被你挖出来 我一点点都其实没关系 我觉得就特别开心 有你挺好 就是至少让我知道 我除了有人喜欢 其实仙也喜欢我 真是腰 你好运 连腰也喜欢我 好的 好 谢谢老师 我们先看一下四位的迎战情况 有三位同时燃起了战火 你们是因为想冲着他来呢 还是想冲着朱真老师去呢 你们有这么不怕死吗 没有 我是想给朱老师和这个刘缠妹妹 祝朱姓而已唱首歌 你要唱歌祝姓了呀 对呀 你准备唱什么歌呀 肯定是一首快乐的歌 就今天你要嫁给我之类 对 郭文 我觉得我前九次来挑战我的都是人 这次来了一个妖精 所以说我今天化身法海收了你 我觉得有个要听一下朱真老师的意见 你都已经觉得这是你的人了 是吧 反正 你猜你跟他有没有心额离心 你猜他选的是谁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心意 我觉得他应该会挑一个男生 因为腰一般对女生没兴趣 这是一点 但是呢一般呢他心里面如果有了我 不会挑帅哥的 因为我知道他的审美一定不是喜欢帅哥这种型的 一定是喜欢我们这种长得接地气 平凡又普通 但又独具一格的长相 应该会挑小招这种 你果然跟他心有灵犀 你就同了他吧 朱真老师 他选择的就是小招 这都能赛手 尤其小招 我跟你讲就是面临我当绿组这么多期以来最大的危机 你觉得这个对手强大吗 对 很强 因为刚才我听他模仿的那个游戏里面的配音真的非常烈 还是要带着你的歌曲 小招 我要唱出卖 好 掌声作为小招 期待你的出开表声 谢谢 加油 好 掌声作为小招 那么多年自作从你付出了真心 总以为换到一个公平的回应 你床边的卷曲头发 残酷的说明 缠绵的爱比不上一时的高兴 你的多情出卖我的爱情 赔了我的命 我卖了一个世界 却换来灰烬 你的决心出卖所有爱情 好梦一下子清醒 感情像个闹钟 按一下就停 大叔 你的多情出卖我的爱情赔了我的命 我买了一个世界 却换来回忆 你的追情出卖 所有爱情 好梦一下子清醒 感情像个闹钟 按一下就停 你的多情出卖 我的爱情 赔了我的命 我买了一个世界 却换来回忆 你的追情出卖 所有爱情 好梦一下子清醒 感情像个闹钟 按一下就停 好梦一下子清醒 那么多年 愿意往心 闭起了眼睛 却看到同样薛容 模糊的情景 谢谢大家 小赵一唱歌就把我们现场从那个腰界弄到人间了回到人间了 而且要唱流行歌曲 竟然唱的过程中一直有人叫好 好 好 就像听京剧 对啊 唱好 跳友 我也想 谢谢三位老师 在此有请我们的挑战者 接下来到了各位投票的时刻了 如果你们支持我们今天的挑战者 请按蓝色剑 如果你们支持小赵 请按红色剑 审视大力主 惊天女所主 各位请投票 在我们这小票数之前呢 也要告知各位 伴随着我们评委席委的华丽升级呢 我们的投票机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我们的三位评委各自拥有一票的投票权 而我们60 70 80 90各大阵营 也各自只拥有一票的投票权了 就看他们更多人把那票投给了谁 其实现在大局已定 但是今天我们三位评委老师呢 要通过一个特别的方式 因为流产一上来 给他们艺人发了一张不可牌 今天如果三位老师选择的是流产的话 就会翻开这场牌 以正面告诉流产他们选择的是你 如果说他们选择小招的话 这张牌可能就是以背面出示给我们 首先我们要看一下 黄书迅老师 这张牌您翻了吗 小招你在我们大类组很少碰到对手 那我觉得你今天真的碰上 对 特别是唱歌之前 你不是他的对手 我唱歌之后 我决定 我还是投小招 谢谢 谢谢 恭喜小招得到黄书迅老师应用既往的肯定 那我觉得真的提前给你亮出来 我肯定是选你的 真的 我觉得首先 真的 没有 因为我是觉得能够把一首普通的歌 能够唱得其实很动情 真的很不容易 是 我知道很多人会在这一轮的比拼当中 会选择小招 但是输了我 你赢了世界又如何 就是成功 刘禅你赢了 好感人 刘禅你可以选择一个阵营的大众评审了解他们的投票情况 60 70 80 90 我选70 好 70后的朋友们你们会不会支持刘禅呢 请开票 谢谢 谢谢 很遗憾刘禅这一票他们投给的小招 现在我要请你带上这两千元的冒想基金 你是要在这个时刻带着两千元离开这个舞台 还是选择坚持 多看朱镇老师几期 我选择放弃 因为我一会儿想在洞里等他 刘禅你真的赢了 带走两千元的奖金 也带走了朱镇老师的心 但是在此刻呢 我还是要恭喜小招再一次手里成功 我们还是要公布一下投票结果 看一下最终到底谁投了小招 谁投了刘禅 请开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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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晋姐 投给了小招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 你看你回头看一眼 你别看那边一长串 但这边只有一个 就是感情当中最最重要的三个字是什么 有我在 没有掌声啊 是 他钱都不要了 他钱都不要了 他拥抱去了 我谢谢刘禅 我谢谢刘禅带着你的两千元梦想基金 也带着今天朱镇老师对你的祝福和这个拥抱 可以幸福地离开舞台了 对吗 谢谢 展示这个刘禅 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 再见 再见 刘禅 那我觉得我的道行不够深 等我修行得再深一点 我再回来 带走你哦 下一位功利者又是谁呢 让我们一起掌声有请 大家好 我叫沈更荣 我是摇滚老男孩 大家可以叫我龙哥 摇滚老男孩沈更荣 在曾经的节目中 他的激情现场 为观众传递了无限的正能量 我提起有请 我需要你是爱情 他对音乐的执着与追求 深深打动了每一位观众 今天 他又重返谁是大泪主的舞台 究竟为何而来呢 今天来到这里 我不为别的 只想着一个 这是属于年轻人青春的舞台 让我再一次回到这个舞台 再感受一下青春的荣 要来 各位老师 我叫沈更荣 大家可以叫我龙哥 这是你熟人吗 我亲手的熟人了 这个肯定熟人 龙哥 一而再而三 的确是龙哥 龙哥 黄老师你好 龙哥 龙哥 又见面了 见到你也很亲切 龙哥对不起打断你一下 舒均老师跟您是熟人 我跟朱珍第一次看到 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做什么职业的 退休了吗 对 实际上我两年前退休的 提前退休了 今年正好是六十整 六十整了 对 今天 是我特别结冻的日子 为什么呢 说真心话就是有了大类组这个舞台 给了我更大的一个机会 我刚刚从在上海是杨普去那个群星剧场开了个人的演唱会 有没有听到啊 到了大类组的时候就开了个人演唱会 开演唱会 对 感谢大家的掌声 因为我很不容易 因为从来没没有想到过要开演唱会 就来大类组的舞台 我也是只想有机会上一个电视台 能唱一首歌 想不到意外的惊喜 让我享受到青春的荣耀 是你展现了你怒放的生命 这是 太棒了 您这身衣服也是演唱会的那个演出服吗 对 所以今天 又穿来了 把它带过来 让各位朋友分享一下我演唱会那个前前赫赫 是真的跟大家说一下是很累很累 我特别想看你的海报 帅不帅 这个海报呢我给大家看一下 好 那我们先看看海报 又做得很有味道哎 是 你看 这些海报能送给那个下面的那个 粉丝粉丝 对啊 谢谢大家支持 那你要走近一下 我们先也要给他们拍张海报 上面有我的名字 希望大家在生活中能相聚 对对对 强海报 给我 给我 我要 需要这样的 动作 动作 龙哥 我要 你都不理我 你看 龙哥 我们两个阿姨有 我们都是同一个年代的 同一个年代 我希望记住我的名字叫沈根龙 也可以叫龙哥 相信我们在 因为我在舞台上是这个样 在生活中也是这个样 在往上往下我都是一个样 不会有变化 我讲的话都算数的 谢谢大家支持 龙哥 你刚才说往上往下都一个样 难道说是网上有人说你 不 不是 因为我自己也一想不到 我想我这个年龄怎么会拥有这么多年轻人 给我鼓舞 给我加油 我自己 实际上有的是我自己都被感动了 为什么 他说龙哥 你六十岁有这么大的梦想 还在坚持着怒放了生命 那么我们十六岁 十五岁 那么我们要向龙哥学习 我们的未来的梦想会更大 他是跟我这么说的 就是私心聊天 这么说的 我关心的是你媳妇 你老婆是你粉丝吗 实际上他真的应该说是 既然是粉丝 又是我莫尔河的最大的奉献者吧 你老婆今天来了吗 我们能见一下 那伟大的老婆还请上 龙嫂能见下吗 因为每一次来都是在后台的 龙嫂能让我们见下吗 看不到我的演出的 大家好 大家好 龙嫂 龙嫂 在这里 大家好 老师好 老师好 龙嫂那么年轻啊 怎么那么年轻啊 龙嫂到舞台上站一站 龙嫂 你是不是老听龙歌唱歌 才这么年轻啊 那有很大于什么原因 听了心情还好 心情好吧 有烦恼的时候听了歌 心情会好一点 还真是 有的时候他特别投入在自己的 这个演唱的意境当中的时候 你一般都是怎么处理这种状态的 怎么说呢 一开始觉得也挺烦的 因为他在家里就是这样子 最烦的就是那个电脑 怎么呢 最烦电脑 怎么了 整天就是对着电脑 不是练歌 就是粉丝 特别特别那些粉丝 你最受不了女粉丝 对不对 我猜对了是不是 你不要说话 我问 你是不是最受不了女粉丝 现在是伟大的女人说话的事情 不是受不了那个叫什么女粉丝 是受不了她是 只要有粉丝对她发私信什么 她都得不管是晚上再晚 她也会去回去 她宁可自己不休息 龙哥啊真的帮你老婆说句话 做女人啊到这个年纪这样支持你 也真的挺辛苦的 那少年夫妻老来伴嘛 到老了真的很需要做个伴的 她办的就是电脑粉丝 你至少要让老婆陪着你看嘛 陪着你好不好 对啊 每一则陪着你看 当做生活乐趣 然后你在回信的时候 老婆还是陪在身边 她坐在身边嘛 就有参与感了嘛 对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在给你们支钞 都是希望你又越来越成功 她也越来越幸福 为她的女人给成功的男人一个拥抱 一个拥抱的鼓励啊 对啊 好 谢谢 龙哥 久仰久仰 久仰大名 我只知道呢 其实在场的五位 算是歌手当中 你是出道最晚的 但应该是最快 就举办了一次个人演唱会的 这很不容易 你要挑战的这位 压力非常的大 谁呢 这个 对 好 带来什么样的曲目呢 龙哥 《怒放的生命》 如果说 如果说这首歌 让大家听了有些许的感动化 就算是一场被人感动的经历 好 表现了龙哥 掌声有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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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 打赏 生命 就像飞梁在燎火天空 就像穿行在无边的荒野 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 听见多少次失去了方向 听见多少次破灭了梦想 尤其我已不再感到迷茫 我要我的生命得到解放 我想要奴方的生命 就像穿行在无边的荒野 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 我想要奴方的生命 就像竹林在太后之间 就像穿行在催残的星空 拥有走越平凡的力量 听见多少次破灭了梦想 就像穿行在太后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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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穿行在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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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穿行在太后之间 就像穿行在太后之间 但是穿行在太后之间 也不能模仿 也不能模仿 老年人的生活 一直都是一个社会话题 很多人都在想 应该有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龙哥是为这些老年人 就是说给了一种精神 会给他们一种引导 就会自己去想 我的老年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 我指的就这种精神 特别感动我们 真的 我觉得龙哥太有魅力了 确实是用生命在歌唱 有一颗年轻的心太重要了 我甚至觉得您的心理年龄 比你选的这位还年轻 我们先看一下四位的迎战情况 来 龙哥 四位当中有两位非常有胆量 燃起了战火 那谁会跟她最终对决呢 今天龙哥选择的这位就是 小娟 谢谢 多谢小娟 有请 带来什么样的曲目 今天带来的这首歌 是比较方态 大家比较熟悉 而且是一反常态 一反我的作风的一首歌曲 什么歌 是嗨歌 小娟唱嗨歌 难以想象 这首歌是我第一次在舞台上 我希望完整地唱下来 第一次唱 希望大家给我鼓励 太期待了 加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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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Martintot 就跟着一起来 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 D&I 就你和我的爱 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 你 你不在 我不在 你 谁还会在 你 你不在 我不在 你 谁还会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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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天堂 就一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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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其实到最后的时候 我感觉好像唱得太豪壮了一点 就在山 但是其实他已经给我们带来了演唱会的感觉了 就现场同样你和龙哥一样 就大家也都跟着你一起在全场一起互动 这个你要的结果就达到了 好 谢谢 看看不一样的小娟 这才重点 谢谢 你觉得他这个表演你觉得怎么样 如果你来 你会这样子吗 我来来不了 服文晓可以来 服文晓可以 因为文晓也会唱这首歌 文晓会唱 我知道 是啊 我还从来没有进入过歌坛 关我什么事啊 你唱过这个歌的我记得 我倒是唱过 但是我觉得是很多年以前了 试一下吗 谢谢 大家看我出来一 replace ely 陛逛 陛逛 obviamente 谁还会在你 你不在 我不在你 谁还会在 人手就赢在了 来 接下来 龙哥 你要不要尝试一下 龙哥一定要试试 一定要试试 我会挑战 但是让我学会 回去再练 练了 开玩笑了 今天两位 对我们释放了极大的热情 到底谁的表演更能感染 各位评审呢 接下来到了投票的时间 如果你们选择支持龙哥 请按蓝色键 如果你们支持小娟 请按红色键 谁是带来主 今天你做主 各位请投票 我想要路方的生命 就像独立在太后之间 摩天他就跟着一起来 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 投票已经结束 现在的结果正在紧张的统计当中 我们先听一下 黄书俊老师这一票投给了谁 一个是怒放的生命 一个是怒放的嗨哥 我这一票 投给龙哥 谢谢 恭喜龙哥 小娟 你有机会选择60 70 80 阵营 90任意阵营的大众评审 了解他们的投票情况 选择谁 选60的叔叔阿姨吧 还选60 60的朋友们 你们支持谁 请开票 谢谢 谢谢师傅 60的朋友今天出乎我的意料 因为照理说龙哥 你和60的朋友更亲近一点 对不对 没想到你的同龄人抛弃了你 现在很好 是1比1的局面 好龙哥 会就此打住吗 好厉害 说真话 在舞台上 能够唱歌 能够传递正能量 比这个更重要 比手里的奖金更重要 对 所以你会选择坚持 龙哥的意思是选择坚持 你不考虑一下 你的同龄人都抛弃你了 没有啊 只要有一次希望 我还是要坚持的了 好的龙哥选择坚持 小娟你呢 坚持 非常好 来小娟 请你站到翻倍键前面 目前你的累积基金是4000元 如果你在这个时候 按下翻倍键的话 一旦手里成功 将翻倍成为8000元 也是一个挺吉利的数字 8000元 但是你翻倍之后 如果龙哥胜出的话 就意味着4000元也归命 一无所有离开舞台 翻不翻 既然大家支持我 大家都支持你 但是我再给你最后5秒钟的时间 好 小娟 准备好了 翻吗 5 4 3 2 1 请升 够大气 小娟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就一一来开票了 首先我们看一下 70后的团队投票结果如何 请开票 70后的朋友会支持谁呢 恭喜小娟 谢谢 可能大家看到了你 不停地在超越自己 看到了你的努力 谢谢哥哥姐姐 那接下来我们要不问一下 倪玲老师 您这票投给了谁 真的好为难 真的好为难 对我在自己跟自己心灵作斗争许久之后 我找到了一个投票的理由 不是因为谁歌唱得好和不好 我是觉得唱歌的舞台从来都不缺年轻人 你听懂我的意思 我听懂了 恭喜龙哥 谢谢 所以我想多一个机会给龙哥 好 好 谢谢 恭喜龙哥 谢谢 那是小娟 咱们现在还是打了个平手 2比2 没关系 还有三票 还有很大的机率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80后的朋友们 我看这个如何 请开票 恭喜小娟 谢谢 谢谢我同一年代的朋友们 90后的团队呢 我们先暂时放一放 我们来听一下 周震老师 这一票投给了谁 我这一票投给了龙哥 谢谢 恭喜龙哥 谢谢 我也特别希望 如果龙哥你能激发80岁的人 到这边来唱热情的沙漠 我站到吊灯上去 给他去甩银口 好吧 好 谢谢 谢谢龙哥 最后的决定权 在90后这个团队当中 你们这一票太重要了 你们投谁 谁就赢了 90后的朋友们 投票结果如何 请开票 摇滚老男孩沈根龙 能否打动评委 重回那一种席位呢 广场舞教练曲风 在现场交出了自放的 曲式广场舞 而今拿到 《泪主之王》奖杯的张肖阳 将自己重新归零 再次出发 但在本期节目中 他却面临最大挑战 哎呦肖阳 你今天开始觉得有点危险呢 如果再有一票 投给了曲风的话 就意味着 一定要告别论主的舞台 广告很短 马上回来 投票结果如何 请开票 谢谢 谢谢 恭喜小娟 手泪成功 谢谢 谢谢 同时邮女小娟 按下了三倍键 所以我还要恭喜你 你的四千元奖金 立马升级成为 八千元 谢谢 谢谢大家 不会努力的 谢谢 非常棒 谢谢评委老师 恭喜 这是年轻年的舞台 谢谢龙哥 因为今天的表演 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震撼 没什么在这个舞台 就是享受快乐 其他都无所谓 我们也建议电视机器人的朋友 真的向龙哥学习一下 是 不要其实大家害羞了 在公园里面 敲速倒走 你到舞台上来 这不是多开心的事 对不对 就有空的时候 大家一起来 真的 向龙哥致敬 好的 感谢 掌声送给龙哥 谢谢 再见了 龙哥 加油 加油 龙哥 我们类主非常的强大 那下一位公园者 能否挑战成功呢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曲风 目前是一位广场舞的健身教练 曲风 曾经是健身教练的他 因为一场病 而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健身事业 如今 他当起了广场舞教练 自创一套曲式广场舞 深受学生喜爱 在歌唱方面 曲风也是绝对的实力唱将 曾经多次获得 知名歌唱类比赛的肯定 这次来的目的呢 是因为我和我老婆的家人呢 都从来都没有 就是出去旅游啊 好好玩一次 所以这次来呢 我希望通过我的歌唱实力 能够赢取一笔旅游的费用 那么所以大力主我来了 哈喽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您好 我叫曲风 来自辽宁的凤凰城 那么我的职业呢 是健身教练 就是教 健身教练 你现在是健身教练 我来的 曾经是健身教练 喜欢唱歌的健身教练 曾经是健身教练 对 我之前呢 这个得了一个病 就是肺子 肺泡破了 就是咱们学名叫气胸 然后医生就跟我说 不能做那种大强度的运动 就是短时间内不能唱歌 但是好了之后 好了之后 可以唱歌 可以唱歌 但是不可以做那种 就是正规的那种健身房的 那种教练 因为这场病 所以健身教练是做不成了 对 就是病好了之后 出来溜达溜达到那个广场上 然后看见大爷大妈 在跳那个广场舞 高兴 我一看大爷大妈都这样 就是特别的 能把心态调得这么好 我为什么 我就得了个气胸 所以我就跟他们一起跳 我想我以前当健身教练 我也会跳一点 所以教他们就是 还是绰绰有余 就是还可以的 所以我就组织 我认识这帮大妈 我们一起 所以你当上广场舞的教练了 对 有没有研究出一套 属于你自己风格的广场舞来 当然有了 它非常的 你别看广场舞简单 它里边包含的东西非常多 今天我就准备了一个 这个舞是一分钟的舞 能现交就现会吗 对 这个真是现交现会 现交现会 什么舞蹈基础的人都能会吗 没有舞蹈基础 连像黄老师 这么没有舞蹈基础的都能会 黄老师没有舞蹈基础吗 黄老师 应该可以 我小时候是舞王 我五岁就出道了 七岁就退出舞台了 复习一下 你不要跟他插科打货 你明白我的意思 对 就是要跟着学一下 对吗 我一个人学多干 你说舞台站位也不好 没有 就朱珍跟小招好了 这是可以 跟小招 每个小招 对 评委拍个代表 我们跟雷主拍个代表 我们主持人这边也拍个代表吧 对对 就我一个代表 就我这个代表 我们也缺少女性的力量 这个广场舞简单在哪呢 它就是三种家务的穿插 你看看 插玻璃 很开心 插完了清一下 这边得插一插 插完了再清一下 认真地看 这一下动了以后 浑身就感觉就不一样了 兴奋了很多 这个从后面看 可能看不太清楚 我们请前面的我们黄老师 还有我们的美女评委 看出有什么门道了吗这里 有看得出来 什么特点 还是朱珍跳得最好 朱珍哥比他跳得还好吗 对对对 真的 真的吗 而且朱珍特别抢戏 我的眼睛就没有离开过朱珍 一直在看朱珍跳 小招我们可以回去了 对 我要不 不用在这个舞台上 你们俩继续聊 我有一点不服气 我觉得我自己跳得很好 但是我没有想到 他跳得比我还好 我想看一看他是怎么跳 对 单人跳一次 对 单人跳一次 非常好 我也想看看 我知道他们俩的意思 其实好像是听得要看朱珍跳 实际上想为难朱珍 你们太不了解朱珍了 没有任何人带 他都可以跳得很好 他可以将里面 可以将里面加入街舞 广场舞 芭蕾 拉丁 各种元素的 那简单 我们东方大乐团 可以变换一下曲风 不同的曲风 让朱珍老师来尝试 音乐 您站前面 还有这个动作 我也来解释一下 表情突然转变 恐龙标速 插玻璃 拖地 擦玻璃 真好 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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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又拖拖 好 洗衣服 可以换风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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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手 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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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很累了 表情 非常痛苦 累了 累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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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到 洗脚呢 非常棒 其实呢 勃勃勃 你们俩 勃勃勃勃 我到最后一下 真的是没有站稳 但是我有补台的方法 这才是亮点 朱珍 我觉得你坐在这个位置 真的浪费了 你应该直接去当累主 当累主 是不是可以得到累主之王 大家同不同意 朱珍 我觉得这样的 你当累主 十七之后就能拿十几万呢 好像比刀评委好赚是吧 对啊 你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朱珍老师上台的时候 把你的戏份全都抢了 所以现在我们要把注意力 集中到选手身上 所有 在你唱歌之前 你必须要选择一位 你要挑战的累主 选他吧 你偏偏选择他 必须选他 诶 曲风 你今天真的是要唱 什么曲风的歌 唱比较悲伤的 对面反差大一点 那你肯定拿到我一票了 好嘞 谢谢 我特别爱听悲伤的歌 谢谢朱老师啊 因为我会抱着快乐的心去听 一起 带来什么样的曲风 曲风 带来一首想你的夜 好 非常期待 有请 分手 那天 我看着你走远 所有承诺化成了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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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自 守在 空荡的房间 爱与动在我心里纠缠 爱与动在我心里纠缠 我们的爱走到了今天 是不是我太自私了一点 如果爱可以重来 我会为你放弃一切 想你的眼 我希望你能在我身边 不知道你心里 还能否为我改变 想你的眼 求你让我在一边 让爱 再回到原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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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天我看着你走远 所有承诺化成了去年 独自守在空荡的房间 爱与痛在我心里纠缠 我们的爱走到了今天 是不是我再自私了一点 如果爱可以重来 我会为你放弃一切 想你的眼 我希望你能在我身边 不知道你心里 还能否为我改变 想你的眼 我希望你能在我身边 让爱再回到原点 想你的眼 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 不知道你心里 还能否为我改变 我希望你能在我身边 让爱再回到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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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你能在我身边 想你帮我 而无法比我 让爱再回到原点 让爱再回到原点 一个强敌来了 谢谢 但我觉得是不是都怪朱珍 你刚才带着他跳舞 我是个人觉得 如果刚刚跳完 我马上就唱歌 是对唱歌有影响的 这还怪我 我让你在我们节目当中 展现出了两个不同的你 你应该感谢我 我没有说怪你 感谢你 既然他不怪我 当事人不怪我就行了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 四位类主的迎战情况如何 来 肖阳和博文燃起了战火 那谁会跟他最终对决呢 那选择这位是 张肖阳 有请肖阳 你带来的是一首 什么样深情的歌曲 我带来的是一首 也是非常熟悉的 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好 很经典 来 掌声有请 谢谢 今天带来一首 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这首歌是我从零首类开始的第一首歌 所以我一定要把它唱好 然后成功首类 我直到这样不好 也知道你的爱只能那么少 我直到这样不好 所以我不能撑着我 不听那样 要到你想逃 泪湿的枕头谁敢就好 眼泪在你的心里 只是无力去闹 因为在你身后 是我一辈子的骄傲 原来你 什么都不想要 我不要你的呵护 你的玫瑰 只要你好好求求爱我一遍 就算虚荣也好 贪心也好 那个女人对爱 不自私不奢望 我不要你的永远 很不要你的承诺 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 就算虚荣也好 贪心也好 最怕你把沉默 当作对我的回答 我不要你的承诺 不要你的永远 只要你好好求求爱我 就算虚荣也好 就算虚荣也好 贪心也好 那个女人对爱 不自私不奢望 我不要你的沉默 不要你的永远 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 就算虚荣也好 贪心也好 谁怕你把沉默 当作对我的回答 原来你 是什么都不想要 我不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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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被沉默说了 是壮击心灵的这种声音 真的 而且你看笑扬穿的这身 堪称是女的钢铁匣 现在已经刀枪不入 我感觉听他在唱歌的时候 感觉好像你都有想到 之前的恋情在眼前 有闪回的这种 你是想你的 还是说他想他的 就我们都撞击在 当中的一个画面当中 好像都在交织在一起 只要有故事的人 好像听起来都有共鸣 就是咱们俩都撞击在空中了 我们俩没有 而且这个肖阳他最后 你看他还抖了一下那个假音 对 就是肖阳最后那个假音也很厉害 我现在听肖阳唱歌 已经到了一种什么状态了 就是觉得他一开始唱 我要想的就是我要找破绽 我要找破绽 我要找破绽 是不是这种感觉 很难找对不对 对 很难找 因为我觉得他特别站得住 在舞台上 就是能够让别人 所有目光焦点 然后所有的听力的集中 全都在你身上 谢谢老师 这个厉害 两个都唱得那么好 怎么办呢 对 我们要再次有请出 挑战者曲风 其实我发现两位 今天不仅仅比拼的是唱功 因为曲风带来的一首 是想你的夜 是属于男人的深情的歌 而肖阳带来的一首 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是属于女性的很经典的情歌 似乎是在比拼男人和女人 到底谁爱得更深一点 伤得更重一点 好 接下来就到了 面临抉择的时候了 如果你们支持挑战者曲风 请按蓝色键 如果你们支持泪主肖阳 请按红色键 谁是大泪主 今天你做主 各位 请投票 我希望你能在我身边 我不要你的承诺 不要你的永远 只要你好好 就爱我一遍 投票结果已经出来了 首先我们要先来了解一下 专业的黄书军老师这一票 投给了谁 肖阳今天的表现 相当地杰出 曲风更是不凡 大泪主的舞台上 感觉我们有一阵子 没有真正碰到这样 高峰对决的状况 结果怎么样 我说真的没个准 所以我个人的表态 我这一票 投给张肖阳 谢谢 老曲风很遗憾 第一票呢 归到肖阳的手下 看来你暂时处于弱势的地位 你可以从60 70 80 90的评审团当中 选择一个团队 来开票了解一下情况 所以我就选择我们的60后 看一看什么情况 好 60后的朋友们 你们的选择如何 请开票 好 曲风你可以回头看一下 目前打开的这两票 看上去是1比1 势均力敌 我还是要问一下曲风 你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时候选择放弃 坚持 好的 曲风 萧阳 一如既往的坚持吗 对 好的 那因为萧阳现在的累计奖金零元 所以还暂时没有翻倍的权利 接下来我们就来揭晓其他的票数 首先我们看一下90后团队的朋友们 投票结果如何 请开票 9公分都给了曲风 好 我们紧接着再看一下80后团队的朋友们 投票结果如何 请开票 怎么样 谢谢 谢谢 萧阳 你今天看上去有点危险呢 挺少出现这样的状况的 是 如果再有一票投给了曲风的话 就意味着你要告别累主的舞台 我们继续往下看 七名后的朋友们投票结果如何 请开票 已经拿到累主之王奖杯的张萧阳 与实力唱将曲风的挑战 他究竟能否保住累主的宝座 他会就此离开大累主的舞台吗 广告很短 马上回来 如果再有一票投给了曲风的话 就意味着你要告别累主的舞台了 想到过吗 累主之王的奖杯都拿到了 我们就到目前为止 我们没想那么多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七名后的朋友们投票结果如何 请开票 谢谢 谢谢 我都给你松一口气 好 接下来还有两位关键性的人物 他们这票决定了你们两位的去留 我先来好吧 还是我先来吧 我先来 我先来 不是 我们这么一转弯 好像结果已出来的样子 真的是先来 好 我先说吧 因为我觉得听《想你的夜》的时候 我真的听到了非常纯熟的唱歌的技巧 而且也融入了你的感情 但是在听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的时候 还撞击到了一些心灵 听到了一些共鸣 所以我这一票投给的是肖阳 谢谢 谢谢 所以现在是三比三 谢谢 那妮玲姐 你看 我说的闹我要上广告了吧 这一票 其实我这一票 我觉得 如果刚才听我们说话的 观众细心的话 应该已经听出来了 我已经决定我这一票 面对实力旗鼓相当的两人 评委似乎也犯了难 究竟妮玲这关键性的一票 会投给谁呢 泪主张孝阳将续血传起 还是就此离开大泪主的舞台呢 广告之后 让我们拭目以待 其实我这一票 我觉得 如果刚才听我们说话的 观众细心的话 应该已经听出来了 在唱完之后 我就说可能是因为 刚才朱珍跟你一块跳舞的关系 可能影响到了 你的演唱 我已经决定我这一票 给肖阳了 谢谢 谢谢 无论怎么样 在肖阳得到一次类鼓之王的奖杯之后 我要恭喜他 首次手累成功 谢谢 谢谢老师们和现场的 观众朋友们这个支持 谢谢 恭喜肖阳继续手累之路 那曲风怎么办 没事 再来 确定要再来吗 再来还找肖阳吗 来了还找他 好 谢谢你们 须峰 再见了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